观众是坚定 不有种来看比赛 在此呢 也为他们所长迟到的问候 希望你们在比赛中 能够做好防御的准备 不要被凌晨弱当机 否则真的很无一感冒 哎呀 这场比赛我之间都非常的期待 希望雨水的比赛中 不要如一而止 让比赛更精彩一些 巨龙球长位于海平城这波尔图 他的主色调也的确是海蓝色 好 比赛已经打响了 阿根廷对阵克罗迪亚 雷西 贝利西齐 博德里奇 博德里奇将要改变进攻的路线 想要穿透防线 贝利西齐 有机会塞过去 还是失败 老塔罗马迪 老塔罗马迪那次 第一点处理得非常好 几乎不用挑战 他很清楚自己 必须在失去角度之前起脚 但其实可以稍微减轻一些力量 好让准备再高一些 布罗佐维奇 洛夫伦 布罗西齐 右路的攻势不错 看看接下来的发展 寻找中路的队友 直接传到门将的手中 他知道自己这球传得不好 这球传球的力道不够 让对手很轻易地就接到了球 布罗佐维奇 布罗佐维奇 尼古拉斯塔利亚飞科 安哈尔格雷亚 诺夫伦 阿福斯业 阿福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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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德里奇 文郎 这是他熟悉的位置 是个边线球 球在安德雷克拉玛里奇脚下 进入中场休息 虽然表现出了进攻欲望 但是两支球队都没能破门 这场比赛的走向确实让人难以预测 关于上半场你有何见解 上半场比赛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威胁 我觉得他们的团队合作非常了不起 效率也很高 同时非常有组织性 引人入胜的半场 不过比分还是停留在7点 0比0 比赛已经开始了 大家快醒醒 别打呼噜了 比分是0比0 比赛即将继续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直接上门 将球扑动 惊人的反应速度 精彩的扑跳 实话是说 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 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 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 球在伊万培里希奇脚下 急迟地将球破坏掉 伊万培里希奇拿手 球对了中路 先情暂时解除 攻门 一脚射 但是被门将去之门外 门将保持着出色的状态 很好地展现了 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莫德里希 开出了战术脚球 转身向后传球 看 有机会打门 门将的神用扑救 安德雷·托拉玛里希 造就了一次精彩的扑救 射门质量很高 很清楚门将的位置 将球转移到了前掌 球被对方拦截 无攻而返 莫德里希 布罗佐维奇 弗拉西奇 克雷亚 阿根廷 如果不提加时的话 必须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尼古拉斯 塔利亚 费科 展示了华丽的技巧 把身体把球抢了回来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 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 安德雷·克拉玛里希 传到边路走廊 他界围成功 楼树界了 难道今天就是打结局了吗 我们都期待着最后时刻有权 都站出来打破江菊 现在是紧要关头 他们已经耗不起了 虽然说很困难 但是他们至少也要拼一下 90分钟结束 比赛将进入加速 虽然比赛时间已经结束 但是比分仍然是0比0 不过我觉得这场比赛 还是非常好看 从看台上的欢呼声 也能听出来 大部分的球迷 也是这么想定 之外们将稍作休息 他们需要为接下来的30分钟做准备 阿根廷 开球 我们进入加速赛的上半场 梅西 梅西打球 梅西果断选择传中 赶紧地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他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 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 球打到边路 很有想法 保持队员的跑位非常大胆 折出了底线 球门巧 加速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加速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现在来到了决胜的最后关头 105分钟之后仍然是僵局 最后15分钟能够改写比分的 好 好 弗拉西奇 弗拉西奇 精妙地传球 奥塔利亚的借围 克罗蒂亚可能觉得自己的打法还挺正确 不过一系列传球之后却无功而返 看来传球的穿透性还不够 莫德里奇抢了回来 弗拉西奇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很有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 不过可能还要打破僵局的最后希望 比赛结束 下面是点球打战 越到后来我越觉得结局就会是这样 双方的后卫都有理由 为自己感到骄傲 而现在的比赛已经不受他们掌控了 比赛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最后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队员们将在点球点决一胜负 观众朋友们 你们背了速效救星玩不 我背了时评 可雷亚是第一个 他把球打进球啊 他一直表现不错 他一直表现不错 漂亮的点球 非常冷静 现在各进一球 虽然有些紧张 但他还是打进了 走上来了 是队长 冷静地推进了球们的下角 他的动作看起来非常的轻松 没有人敢质疑他的点球技术 第二名主罚队员 迈向前来 他扑到了 他非常专注 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 阿根廷现在得到了一个领先两球的机会 不被扑到了 门将就得非常漂亮 他配得上队友们的赞扬 轮到第三名队员了 精彩 连续扑出两个 门将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 阿根廷抓住这次机会 可以两球领先 他又做到了一次 又扑出去一次 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扑救也很精彩 弗拉西奇是第四个 来到阵前的队员 精彩 连续扑出两个 球是直接冲着门将去的 不就太容易了 这一球将结束比赛 赢定了 阿根廷最后只能通过点球获得胜利 这种获胜方式啊 不过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吧 很难想到这场艰难的比赛会这样收尾 但是球员们可以说问心无愧 今天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还是要感谢苗坤的精彩